但我是有心慾不整 但是醫生是說 你這個算是一萬下 好像一千下才突然有一個不準 應該還好 他會問我說你自己心裡有沒有 身體有沒有什麼不舒服 那我是因為慢跑 慢跑那我覺得說也從來沒有頭暈 也沒有昏倒過 那這種事情跟醫生講 醫生就會評估就是說 那就還好 如果說你會有那種心胸 心悶 心悸 心悸 或者胸悶 那你就要停止運動 那還有說我的心跳太低 我心跳只有43 46 對 大家都覺得 72是標準 60幾 80幾都可以啊 我只有47 但是他有多問一句話 你有運動嗎 我說我有運動 他說那就對了 那就還OK 因為馬拉松的選手大概心跳都很低 但是他只擔心我 晚上睡覺的時候會不會低於39 突然就掛了 因為他會擔心嘛 47到39只剩8下 那其實我就大概維持47 50幾 最多60幾 那我覺得也是運動帶來的 可能我的心臟的Bump比較大吧 應該不是我累了身體出狀況 而是我在一次這個 這個一個有緣的情況之下去做了這個 檢查 那檢查才發現說自己的這個 三酸甘油脂啊 什麼膽固醇啊 尿酸啊都偏高 結果醫生可能是每天跟病人常講的話說 你去運動啊 他真的言者無心 但是我剛好聽則有意 我自己好手好腳 我趕快就去運動啊 第二天就去慢跑 跑得上氣不接下氣 但是不要緊 心裡就想說一定要堅持 不堅持怎麼可以成功 慢慢的 一天五分鐘 三天可能八分鐘 然後一個月可以跑個半小時 三個月可以跑個四十分鐘 然後跑到現在大概 跑了十八年 應該是二零零四年 大概二十年吧 二十年前 你沒有把這些告訴納豆跟白雲哥 我要告訴他的時候來不及了 真的真的真的 像納豆那時候我真的找不到人啊 我真的找不到他 他太忙了 他忙著跟他的什麼 他的公司那些朋友 外景很棒 外景很棒 對 真的來不及 因為如果我知道的話 我會跟他講說 你要每天量血壓 他如果知道他 當時是每天都是一百八一百九 在過生活的話 他早就 早就應該 應該去注意 對 像我們現在血壓 如果每天量超過一百 一百四 我就覺得很緊張 郭哥有固定在去 有健檢嗎 有 我固定在健檢 我大概半年就健檢一次 三個月抽血一次 那大家會覺得很頻繁 其實不頻繁 就像那個健檢中心講的 也不耽誤你兩分鐘啊 抽個血你就走啦 那你下個禮拜就給你報告啦 那你該注意的什麼 神體狀況你就去注意就好 我還記得第一次做的時候 我還做那個 有痛感的 有痛感的 我沒有麻醉 我早上做 做胃鏡 不 早上做胃鏡 下午做大腸鏡 那個護士都說你好勇敢 我說沒有 我要來體驗一下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結果還真的 我發現病人真的沒有什麼尊嚴了 因為你做那個胃鏡 你要側躺 然後他那個 大概小拇指出的那個內視鏡 從咽喉進去 你知道那咽喉最難進去啊 你要吞咽啊 他說你不能吞咽 那不能吞咽我就側邊啊 那個口水就一直流 流到滿了之後就流下來 那他說你也不能擦 也不能吞口水 我說那我 我好像一個痴呆人 我好像是一個植物人 生日願望再簡單不過 希望所有的朋友 就是身體健康 好好的過日子 這個 這是我深深的體會 因為以前啊 以前說實在進這個圈子 無名無禮 就是每天希望把通告排得滿滿的 最好排到半夜 然後第二天凌晨又可以繼續接通告這樣 可是到了現在這個年紀 回想起來 發現實實在在的過日子 才是真正的享受人生